1985年作家陈映珍创办了人间杂志 他聚焦台湾的农民、工人、原住民等等弱势族群 充满了人文和人道关怀 透过照片影像写实记录1980年代台湾社会百态 堪称是台湾文学与报导的里程碑 1989年因为财务问题而停刊 当时总计留下了47本杂志的印刷底板 也就是网洋片 多年来由文史工作者徐宗茂收藏 今年3月他宣布要将这批网洋片捐赠给文化部 希望好好保存这份珍贵的台湾文化遗产 像这个都已经放在都已经有点没了 是要立刻要处理 所以重点首先第一个是把它用一个更好的条件保存下来 翻开一层层的瓦楞纸底下包覆的是知名作家陈映珍 1985年创办的人间杂志印刷底板网洋片 他是文史工作者徐宗茂 十二年前受陈映珍之托成为人间的守护者 所以我就过去那边他就指了一堆网洋片 说这是人间杂志 他叫我拿去 我说拿去 这个是很珍贵啊 因为这个是整个台湾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记录 可是你要我怎么办呢 你要我做什么 他说拿去 随便你 我相信你 就这样 所以我就把它 就隔几天我就请同事 用卡车把它载到淡水的倉库 一百十二年 十二年过去 网洋只以挨不住淡水的湿气开始发霉 今年三月 许宗茂决定捐赠给文化部 因为网洋片是目前唯一能复制 复刻的一个工具 它的底板 可是目前人间没有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完整的复刻本 市场上一出现一个很快的抢走 然后就中间隔了一段时间 所以希望保留这种记忆的人还蛮多的 那我觉得到一个时候了 捐出珍贵的文化资产 徐宗茂期盼 人间能够透过国家级的空间设备 点藏 展示 甚至是重出复刻 从事文史工作多年 徐宗茂对于历史图文的热衷 也从他随手掏出的珍藏就可略见一斑 这个是1948年 这个忠夫总统就职典礼完以后 长公跟夫人去南京中山林夜林 对这个夫人 这个在国大的代表 这个在笑的是徐宗沛 左到右是黄军碧张群跟张纳茜 这都是底片席的 原版照片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十多年来收购的老照片不计其数 圆明园的十二张玻璃底片 是徐宗茂最为得意的珍藏 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柏林几乎被炸成废墟了 结果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位于柏林的这个奥尔默的 圆明园玻璃底片 居然还能够保留下来 那可以说是摄影史的一个奇迹 先后在两岸成立老照片图文馆 其实他在投入文史工作前 曾有过二十年的记者生涯 历经多次的战地采访 甚至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私立逃生 那我看军队逼近了 军队一直在打枪 然后躺开进来 大概因为我有经验 但是这个经验也成为了 我的一个受伤的理由 就是我的危险的那种 觉得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面临 我可以面对这样的场面 但是当我回头走没多久 我就倒下去了 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一枪 直接打在他的颈部 三天的昏迷抢救才捡回一命 这一年徐宗茂才三十出头 尽管如此也没有中断他的记者路 直到两千年政党轮替 才让他重新思考不同的人生 带着两百多万的退休金 离开报社 未来该何去何从 徐宗茂决定从热爱的文史工作 作为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200年的时候 大家因为正常轮替 很多关于近代中国的 大家就变得不流行 不时髦 很便宜的 就是在贩卖的时候 我就收了一大堆 两百多万的退休金 全部用来收购中国近代史的老照片 听起来也许有点冒险 但这些照片 不只是让徐宗茂得以靠着图文写作 出版 展览等工作维持生计 2008年的绿地变蓝天 当年低价收购的老照片身价 也跟着翻倍成长 从此以后就好像阿甘症状里面 那个阿甘 那个经过一个风暴以后 突然低一匹虾子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从房子里面卸下来 然后它是唯一的一艘渔船 我在台湾我几乎是唯一的一艘渔船 凭着一股傻劲和直觉 徐宗茂多年来默默耕耘 如今已是业界的佼佼者 写下有如阿甘般倒吃甘蔗的人生 写下来吃甘蔗的人生